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冰果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跟表弟表妹他们去挖地瓜 现在的地瓜也不是很大条 比较小 不过也比较长 不过现在冬天了 所以就赶紧把它挖了 表弟表妹他们就 直接用手就来挖了 然后找一根棍子之类的 小时候我们也经常干这种事 只要是拔花生挖地瓜 我们都去帮忙 相当于捣乱之类的 反正就自己在这里瞎搞 小孩子们都是贪婪 爱开心 不过也蛮好的了 这么多人系在一起 也难得 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啊 对 如果他周末 如果天气不晚 还可以再摇一个摇 摇蜂蜀摇地瓜 应该广东跟广西的应该都经历过 这一代如果在农村的话 不过现在的小孩 他们没有经历过 就可能 可能没有看过 所以我们就带他来体验一下这个 啊 这个挖地瓜 拔花生啊 这种 现在的小孩很多都没有经历过 因为农村出来的孩子 我们这一代还经历过 像这表弟表妹这一代可能就很少经历了 因为基本上都是现在也 大家很 也知道中国复义了 应该很多都 不怎么干农活了 现在的地都是荒子的 很多地方都是 都是砸蠻草的 除了一些老人家在家 可能会重一点点 现在应该也知道 所以我们很多人来弄啊 来挖了几双地 红薯啊 也不是太大 就是也是 也是蛮小个的 主要是大家在一起 图个开心 好好记一记 是吧 啊 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啊 或者 什么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苹果 喜欢的话 请点赞关注